还记得当初是因为什么喜欢上郑爽的吗? 大家儿童节快乐哈,虽然当你看到这应该是二号了,还记得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喜欢郑爽的吗? 你觉得他身上什么地方最吸引你? 先来说,说我吧 这是我中学时悟出来的,那时候算头一回喜欢一个女生的个性,觉得他哭闹后马人都很窝心,一种深的我心的默契 人都会生气,装水都看得出,娱乐圈一堆假人,观众不是傻子 小爽的个性,让人感动,这是真的,一个真人,其实粉丝支持的不是别人,正是自己 你爱一个人,因为他很像你,在他身上看见自己,真的喜欢一个人不用理智,是立即知道,这就是对的,直接进入内心,不需要想,有一种心里涌出的力量,源自于生命的根本 再来看看粉丝们的想法 这些热搜基本全是说他不好的,我就想一姑娘到底能干什么了,让这么多人这么黑于是就去了解一下,结果是越了解越喜欢心疼他,就觉得别人越故意黑他就越应该有更多的人保护他,于是成了其中一员 但出去外面这么说没人信,有一次我这么说人家就说这是我们家一贯套路,服了,我想那可能是跟我一样越黑越爱的板板们太多了吧 安静的猫耳朵 看了微微一笑很清晨就喜欢他了,然后看花儿与少年,觉得这女孩真勤快,好好看啊 就开始一样,就开始倒贴吧,微博找组织,重来没追过星,没想到跌跌撞撞到现在快三年了 为了他真是干了四十几年从没干过的事 Atling Bi 与众不同吧,而且我也是狮子座,连我我老公都说我们很多性格的地方像,我反正是因为我爽入了饭圈的,一直喜欢他到退圈 最后希望你越来越好,照顾好自己